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11月16日上午 高通召开2022骁龙峰会 正式发布骁龙8G2旗舰手机新品 随后小米集团中国区总裁卢伟病 转发了小米新旗舰将搭载 第二代骁龙8移动平台的相关微博 网友却纷纷留言 期待Redmi K60系列的登场 目前Redmi K60系列 已经获得3C认证 距离正式发布不会太远 与此同时 高通公布了第二代骁龙8商用名单 名单中Redmi赫然在列 可以确定K60系列搭载高通第二代骁龙8 值得注意的是 K60系列不是全系标配第二代骁龙8 就在日前 博主数码闲聊展 再次放出了Redmi K60系列的最新曝光 称 代号Mondry Redmi K60标准版 将搭载骁龙8PLUS芯片 内置67瓦大电池 目前已经入网 代号Socker Tease 或为Redmi K60 Pro 将搭载骁龙8G2芯片 目前已经备安 两款机型都在封测安卓13底层的新系统 大概率为MIUI 14 那么 在聊Redmi K60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新鲜出炉的骁龙8G2 骁龙8G2 这颗芯片采用台积电4nm工艺制程 CPU架构采用一个基于Quartex X3的Quartex超大核 主频3.2GHZ 四个性能核 两个Quartex A715加两个Quartex A710 均为2.8GHZ 三个Quartex A510能效核 效核 频率2.0GHZ 官方称其CPU性能提升35% 功耗减少40% 此外 第二代骁龙8集成新一代Audreno GPU 性能提升25% 功耗减少45% 支持Valkan 1.3 支持硬件及光线追踪技术 从数据上看 这颗芯片在各方面 较上一代提升均较为明显 那么 除了搭载第二代骁龙8这个最大的亮点 Redmi K60系列还有哪些看点 能超越Redmi K50 再次汉门吗 老规矩和Tiger一起来盘盘 据相关爆料 红米K60系列代号为苏格拉底 该系列共包含三款产品 分别为红米K60 红米K60Pro 与红米K60电竞版 屏幕方面 今年的红米K50和K50Pro都是2K屏 结果K50至尊版 来了个1.5K屏 搞得那句无良K不齐紧 很尴尬 那么红米K60系列在屏幕上面会如何做呢 爆料称红米K60系列 还是2K AMOLED屏幕 不过供应商换成了中国品牌 支持最高120Hz分辨率 峰值亮度可达1000nits 护眼方式换成了高频PWM调光 音像方面 RedmiK60系列影像也有所不同 此前数码闲聊战暗示 RedmiK60系列标准版 配备6400万像素主摄 Pro版配备5000万像素主摄 二者都支持OS光学防抖 其中5000万像素的传感机为 索尼IMX766 拥有一亿 1.56英寸大底 续航方面 荒米K60系列的电池不用担心 电池容量预计为5500毫安时 或者5000毫安时 除此之外 荒米K60系列的充电速度 可能会得到超大幅度的提升 除了67瓦和120瓦有限快充之外 还有帮带来30瓦无限快充能力 其他方面 延续荒米优良传统 能给的都会给 比如支持全功能NFC 红外遥控 双扬升器以及AX-10马达 电竞版应该还会带来游戏兼舰的设计 至于全新的MIUI 是此操作系统 有业内人士曝光 其将主打无广告 无预装以及无推送三大功能 除此之外 在系统UI 流畅性和稳定性等方面 都进行了优化升级 最后说说大家关心的价格 由于在K50发布会上 作为Redmi总裁的卢伟丁表示 Redmi K50的成本太过远贵 不得不将价格上调 打破了1999元交个朋友的默契 目前来看 此次K60 大概率还是会在2000元的价位 但不能排除 卢总愿意1999元和我们交个朋友 发布时间上 如果考虑不能和小米数字系列撞车的因素 那么应该会在明年的第一季度和大家见面了 总的来说 红米K60系列卖点依然是性能 屏幕和续航这几点 拍照和机身质感 则属于妥协的部分 至于新增的30瓦无限快充功能 不能说涂增成本 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 的确没有很大的作用 但对于需要的用户来说 30瓦也基本够用了 Tiger觉得吧 红米K系列的套路并不难懂 不过随着各家疯狂内卷 红米K系列目前的几个优势 会被友商追赶上来 而且友商又有差异化竞争的行动 比较典型的就是 哀哭在影像上面更用力 从实际表现来看 还是有效果的 当然红米也不是没有应对的方法 从这次红米Note12系列的做法来看 红米有将Note系列定位提高的想法 以此来满足更多用户的需求 总之市场竞争变化莫测 产品策略需要根据情况改变 不会一成不变 红米K60系列如何变 挺值得关注的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Redmi旗舰产品线 K40系列 K50系列连续两代 都树立了旗舰汉美元的品牌形象 你觉得 Redmi K60系列 将会是2023年的旗舰汉美元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